诶 安娜姐 书馆修好了 修好了 快一千二十了 待机会不好啊 我怎么疯了 是这么个事啊 我同学小明想请你帮个忙 他公司做了宣传片 请你去帮忙剪辑一下 宣传片 我哪能会剪那玩意儿 你咋不会啊 小明点别说了 就想要小姐帮忙 相信你有这个实力 平时他一看完视频嘛 所以剪得非常好 然后他都跟他领导打好招呼了 说那个走你去帮忙剪辑 哎呦 我怕剪不好啊 我没剪过这种宣传片啊 这个宣传片就跟他平时剪视频一样嘛 他的宣传片 时间也挺长 也有一定的难度 是找一个专业的 剪完 反正我已经答应他了 饭店都安排好了 就在我工作室里面 请你吃个饭 有这个实力就得发挥出来 别老是不自信 剪 给他剪 剪可以 但是饭我就不吃了 吃饭都安排好了 不吃 没心情 吃 怎么没心情啊 你这个吃货呢 我又没心情吃东西 咋了 愁啊 房子这事呗 没有房子不能结婚 你认人多 你帮我把佛山那个套房子卖了吧 往哪卖啊 你现在房价比低的时候 你往哪卖 我想把这个房子卖了以后 我再买一套啊 再买一套大的啊 你那房子不再有贷款吗 贷款十来万贷款 我直接还 还上去行了 你能卖多少钱 卖了以后还那款还剩多少钱 你不管剩多少钱 它肯定剩钱啊 能剩个几十万 然后我 我在带着款嘛 我再买一个大的 在首付买一个大的 然后再装修 钱够了 那不够怎么办啊 卖他干啥 现在房子也不值钱 你说你俩人一套房子 现在还在筹 没有房子结婚 就是连他房子离得太远了嘛 然后我这本房子主要是太小 雅丽那本房子他也住不开 你看啊 干嘛干嘛也都在那住 然后我再回去住 孩子再住 就两个卧室哪能住开啊 有多少人都租房子结婚啊 那怎么过呀 你这边的困难都克服不了了 对 现在就是面临了一道难关嘛 我家的房子他嫌小 他家的房子还住不开 然后结婚结哪 他就问我 那我说结婚会结我这吧 他说孩子上学在哪上 那不能说给孩子转学啊 孩子上学还是在他那地方上 那干嘛干嘛还得照顾孩子 干嘛还得照顾干嘛 我要再过去住 那我就住不开了啊 就两个卧室 那我不能天天睡沙发呀 你说怎么着 那让干爸干妈上我家就住 有你了以后又不用干妈照顾你 你家也住不开啊 你家有两个卧室哪能住开啊 我家这个沙发不是买了个沙发船吗 哎呀 要是说三个月五个月来 都怎么都好说啊 因为这是个持久站啊 时间长啊 集体就可以了 但一个就是我爸妈就是为了上来 照顾孩子才上来了 如果孩子有人照顾了 他们就不爱上来 应该在老家住也很好 天冷的时候让他们上来住 是不是 平时他们都在农村都好 要不是为了照顾孩子 他们也不愿意上来 我眼力好了以后 然后干嘛干嘛 然后回老家住了 你这样有感觉 不好看你知道吗 也不好 有感觉 你什么不好看的啊 你家里结婚了 这时候正好 孩子也有人照顾他 老人回老家还自由 其实他们在这上面住 一遍都不自由 但是眼力这边 我说不通啊 他就想就是说 看看再买一套房子 买一套大的 十个钱够吗 十个钱 所以说现在 只能是把我这房子卖了 然后再交个首付 就是现在房子不值钱啊 卖了没必要卖啊 你说你俩的房子 你结婚以后 都属于你俩的财产 是不是 你不管怎么折腾 都是你俩的 赚了也是 赔了也是 如果说我这个房子 要是不卖的话 我一套房子 他一套房子 再买一套房子 花三个房子 那压力太大了 孩子上学 孩子报复早班 你说 怎么整 就压力全 可以压在我身上了 你要是不买房子吧 他就说 结婚接哪啊 住不开啊 等什么时候买了房子 大房子 咱得结婚吧 你让我怎么弄 我现在我就是 哎呀 我怎么想 我想不通 就是这条路 怎么走到这 他又断了吗 还是怎么回事 怎么整 现在 就有没有一个 合理的一个方法 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大家都在满意 哎 这样行不行 让我爸妈 到我这个房子来住 这个房子 屋子多嘛 也用不完那么多 哎 不现实啊 你俩先结婚 你俩先结婚 接着雅琳 在那边生活 等慢慢挣了钱了 咱再换大房子 如果这房价好一点的话 他把你的 可以卖掉 卖个好价格 结婚是图等大事啊 是不是 就克服一下呗 你这个东西早买完买 都是你俩的东西 你俩的事 是不是 克服一下 你找你妹说呀 你给他说 给他做思想工作呀 这才是最主要的 我是怎么样都行 我是房子卖了 我再重新买也行 然后怎么样都行 但是 雅琳那边说不通啊 现在说房子说卖 也不一定卖出去 对啊 你现在不是刚需的话 先买房子 本来现在大家经济都不景气 能将就就将就 那你再买房子 想买到多大呀 我现在这个房子70平 因为小才卖的 那肯定 最少得150平以上吧 最少也得40平 房子才能行 将来老人都老了 都需要照顾 我父母 干嘛干嘛 有些孩子 有些老人 对啊 到时候要说在 四个窝都不一定 生个二胎啥的 你碎一碎 你四个窝不能够 对啊 那五十吧 我去了过个夜 那都五个窝 五十六十 你买别墅的了 别墅一层四个窝 买三层就是十二个窝 真的买得起 哎呀压力大呀 这怎么了这是 你媳妇就是这样 让你别吹了 你也没上火哈 这个事我来想办 大家也从头鱼鱼鱼鱼鱼 过来人来讲 我的情况你们也知道 一个人带两个窝 我跟你这么讲 其实你是幸运的 为啥这么说 雅妮还愿意嫁给你 我 我就觉得我一个人 带两个窝 生活虽然很难 但是我依然想 做自己的女王 你让我再有二次的婚 我能注意一次 所以说 她能决定跟你在一起 首先证明 她真的很爱你 但是你们今天 因为这个事情 吵架 我只能跟你讲一点 是因为 她经过了一次的 婚姻的挫抖之后 你没有给她 更多的安全感 如果你真的给到 我相信今天晚上 不是有结局 一个已婚的女人 能再次决定 走入二次的婚姻选择 除了对你 有爱 不会有更其他的东西 既然她爱你 你也爱她 不如你们坦诚相见 把所有东西 我就摆在桌面上 该说的说 该聊的聊 关于房子卖也好 留也罢 是都卖还是都留 你们两个可以商量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作为一个男人 你应该有担当 你的责任 要比女人更大一些 既然她能有勇气 再次选择了你 你要对她 有更多的包容 还有更多的爱 在这儿我都会说 我都会说 你自己去想 你们自己的事 你们自己去协商 追我妹妹 我们会跟她单独谈 追我们家的事 我们家里边会开个 家庭会议 去谈这个事 不会亏了你 小家 你放心好了 所有的事 都有解决的方法 是不是 方法都比困难多 是不是 在座上各位都给了你 一个很好的建议 咱们就慢慢去解决 这个事 是不是 敞开谈 谈明白 不留任何疑问 不留任何遗憾 好不好 咱心情自然 来 咱们就今天晚上吃好 喝好 然后 明天 去解决大事 嗯 希望一生大 爱 可以包容一切 嗯 行 好了 小妹姐 来 来 咱们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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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